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是myradio和議員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第二節 這一節就講一講 這一個關於 關於這個 就是延續這個 在講旺角魚蛋革命 大戰的後續評論 糟糕的評論是非常多的 數天下糟糕 真的是主酒論糟糕來講 真是寫大耀廷奇遂 真是 你在主酒論糟糕的過程裡面 真是 連劉比的筷子都掉了 這麼糟糕 馬上掩耳,真是害怕 一聽到雷動 對嗎 兩位大耀廷和梁振英 兩個坐在一起 真是 論糟糕來講 為我同理 之後黎爺正在旁邊 真是 在講什麼 大耀廷就是 在講什麼雷動計劃 真是很快應驗的 我們講的 例如之前 我也講的 我之前也花了很多時間 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他就是拿一個很美麗的包裝 對 為地球請命 然後就說 你為了民主 一定要支持我們這個計劃 但這個計劃的底裏 其實只是支持自己派系的人 現在反對派系的人 就是等於反對他那個未滿的冷復 就等於是反對地球 現在他就更 即是他立即就嚴正給你看 就是發生了這個 發生了這個磚頭的起義之後 然後就立即拿著這件事 拿著這件事 來跟大家講 就告訴大家 就是 喂 現在在這個環境下 你更加要支持我們的計劃 更加要支持他的計劃 抵擂的意思是 你更加只能夠選我們的人 你只能夠選我們的人 如果不是呢 就暴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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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發生了地震 他也是這樣寫的 我相信發生了核氏流輻射 地震 龍捲風 什麼東西都是這樣寫的 譬如他今天寫了一篇文 說什麼 旺角蘇聯後還能雷動嗎 蘋果的論壇版 你完全可以想像的 你完全可以想像的 台灣地震後還能雷動嗎 是 一模樣的 他寫得出這些模樣 寫得出 台灣地震後還能雷動嗎 或者債卡病毒下還能雷動嗎 是啊 或者債卡病毒下還能雷動嗎 更加要雷動 如果泛民 如果搜不到三分之一的 那個法律權的話 台灣地震 台灣地震 債卡病毒爆發了 什麼東西都爆發了 電腦大爆炸了 基本上這些債卡 這些債卡是和維園的阿伯是一債 但蘋果有地盤 然後還會給維園阿伯 不知道 還有信報有燈去問 各樣 說一下他會說什麼 首先他譴責 又是割蓆 星期六有一個公開信給全香港市民 提示就是 就旺角騷亂給全香港市民的公開信 上款就寫香港市民 相信你和我一樣 就沒有想過大年初一 這個小販街頭擺賣 竟然變成好像六七暴動一樣 幾十年後 純因香港本土問題出現示威者 及警方使用大量武力的騷亂事件 當然小販街頭擺賣 只是觸發點 因任何地方出現騷亂 都有一定更深層次的原因 香港社會過去一直是文明和和平 竟然在這個時候出現騷亂 就更加深入了解 就更加需要深入了解 導致騷亂的根源是什麼呢 接著就說了一堆 由831開始 接著政府怎麼不對 政府怎麼沒有軟見 接著說回梁振英 其實最壞的都是梁振英 這樣說法 去到其實尾段差不多 一直在數回那些老調重彈的事情 至於支持香港抗爭的人 支持抗爭的香港人 不好意思 我希望再次重申 暴力抗爭在香港並不會有出路 一方面抗爭者 不可能在武力層面 勝過當權者的強大武力系統 另一方面 這個也不可能得到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 再者 即使他們的行動能夠成功 武力暴力所建立的政權 是建基於在仇恨之上 長遠是不能夠利於一個民主文明 及和平的社會 我仍然堅信非暴力抗爭才是 持續發展的抗命方法 最有機會爭取得到大多數香港人的支持 我們的抗爭目標 因此我們必須繼續透過非暴力抗爭 針對制度的不公義 推動這個民主普遍 盡早在香港落實 說完這件事之後 怎樣呢 非暴力抗爭可以多樣化 不一定只可以在街頭進行 還有什麼option 就是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 無論你是否支持 無論你是否完全認同非暴力抗爭 你手上仍然是有著 一個能夠改變的一票 所以只要所有 希望香港變得更好 和拒絕暴力的香港人同心協力 結束每一票 組成強大的政治能量 向沒有軟建 承擔的建制派和梁振英政權 堅決地說不 讓非建制派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 使建制派不能夠再主導立法會 就能夠產生政治大地爭 大地爭 大地爭 不好意思 然後 令到當權者不能夠不正視香港政制 極需要改變的政治現實 累積起社會的民怨 才有機會 什麼? sorry 累積起社會職願 才有機會釋放出來 化解香港社會 走向暴力傾向 最後 很沉醉 不好意思 反過來說 若大家現在不能夠同心協力 在九月立法會進一步失利的話 失掉了三分一的否決權的話 會怎樣呢? 就會令到任何解決暴力根源的機會都沒有了 若不能夠用這個體制去釋放社會的職願 只會街頭再次爆發 且規模甚至比旺角騷亂更加嚴重 這就是我們絕不想見的 你讀最後一段就行了 我打算要整個文字的脈絡 要說出來 哪個人要關心他的脈絡 他有脈絡嗎? 那些人說話沒有邏輯 這個混蛋的地方是什麼? 混蛋的地方就是在於 發生了大戰 發生了衝突 發生了這個暴力 發生了暴力的衝突 然後你就說不要有暴力衝突 怎樣可以解決不要有暴力衝突呢? 就是投票給我的朋友 就是投票給我們的 投票給我的派系 投票給我的派系 然後只要我們可以掌握到 一半、過半數 掌握到議會 只要議會掌握在我的派系手上 政治大地震 那就大地震了 大地震就不會有暴亂了 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了 那些事情 混蛋的地方是在於什麼呢? 混蛋的地方就是在於 你借著這個衝突的事件 你借著這個旺角的大戰 去作為一個基礎 去作為一個籌碼 作為一個招攬 去呼籲一些人 去投票給你的派系 但你的派系是什麼派系呢? 就是發生了在這個旺角事件之後 你的派系 是每一個派系裡面的成員 都出來譴責這群人 就是說 你去做了一件事 你去做了一件事 帶來了一個激烈的震盪 然後你跟大家說 你無論是跟這個市民說 或是跟這個政府說 就是說 你不想有這個激烈的震盪 我呢 你就要支持我 我可以化解這件事 但是你在做什麼呢? 你的派系在做什麼呢? 你是在吵架他 而且你們率先吵架他 你們率先吵架這群義士的人 你們率先出來割席 譴責義士的人 你們有什麼資格 站在他們的付出 站在他們的犧牲 站在他們的鮮血 站在他們的身體上 去爭取你們的政治利益呢? 這個真的奇怪 這個真的奇怪 因為如果我是譴責暴力的 如果我是譴責暴力抗爭的 我就投票給建制派 我投票給你做什麼 對不對? 其實戴綠庭在《金日平》的論壇版 都有這樣提過 他這個文章的末段 都賣賣地小強 因為經歷了旺角蘇聯這件事之後 其實最直接受到打擊的 就是泛民政黨 因為他就說 那些人就會因為 這次暴力事件 就讓人們投票給建制派 不給泛民 那當然 那當然 因為這個問題 不是因為有人暴亂 問題不是在於有人暴動 問題是在於 你終於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你們這幫泛民主派 和建制派 和這個政府 是站在同一陣線 是打擊抗爭者的 那如果我投票是支持打擊抗爭者的 那我為什麼不投票給建制派呢? 你又不會拘捕抗爭者的 你大不了要篤灰 是他們還會篤灰 是不是? 沒有理由的 我找不到一個立場的支持你 如果我是支持抗爭的 譬如今次新冬補選 我是支持抗爭的 我就投票給梁天琦 是不是? 如果我是反對抗爭的 我就投票給周浩鼎 所以那是梁天琦和周浩鼎的對決 沒有掌聲明 沒有掌聲明 沒有掌聲明的位置 你要掌聲明的位置 你要掌聲明的位置 你就去黃成志 但黃成志叫你找方角山 是的 黃成志就說投給方角山 你怎麼玩呢? 很亂 但你就算叫人投票給方角山 也不是問題 那條現代褲大劑 那條現代褲裡面 有一條孖艷通的狠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你就是孖艷通才突顯到中間路線 如果不是中間偏左 你放左放右也不對 孖艷通這樣 我也是要放中間 就是中間路線 都是夾夾的 都是這樣才是中間路線 因為你說不能通 我支持抗爭的 我支持抗爭的 我就投票給抗爭的人 我不支持抗爭的 我認為這些是暴徒的 我認為這些是受險格的 那就是投票給建制派 我完全不明白那個立場 就是我又要反對這些抗爭者 我又要反對這些議事 我甚至乎譴責他們 我甚至乎要向他們割謝 甚至乎還要剁灰 好像黎文樂那樣 好了 然後我又要去投票支持一些 你告訴我 都是會反對政府的 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 你一邊譴責他們 然後一邊叫 我一邊譴責抗爭者 一邊叫支持抗爭者的人 投票給我 那些人怎麼投票呢 沒有可能的 這個白癡 他還有一篇新日文嗎 他有個說法 就是這樣說 就是在新年前 或者新年我們錄了一集的 我們都有兩節的時間 講過雷動計劃 也分析過 雖然他沒有很具體的說法 之後有具體的說法 就是講他出的名單 但這個先放在一邊 不要理會 因為及後他會再提 你都不知道 其實現在還未知 很大的泛民政黨 是否會發生這件事 好了 其實我們的看法 其實很明顯 譬如他這次 首先在說法方面 就是說 現在不是用泛民 去整理所有人 他用非建制派 其實已有所知 非建制派 當然是包括激進派 在裡面 即是我們 即是你說黃毓民 即是你說本文慈 不是啊 我不是這樣理解的 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理解 我不是這樣理解 其實根本就不是這樣理解 他用非建制派這個terms 只不過 是想將不是他派系的人 都歸納為建制派 他的動機是更加單純的 總之你一反對雷動計劃 你就是建制派 或者你是說共產黨 這個是之後發生的 就是 但又這樣說 那倒是 你說得對 但是他原本 最初當然是 異思計惡筆群 當然是說 大家 因為你說不通 你說不通 如果雷動計劃 如果雷動計劃 是真的要希望 送到非建制派的人 進去議會的話 這個時候 第一件事 在旺角暴動出來之後 第一件事應該做什麼 我們找回所有被檢控 被暴動罪的人 全部他們去選 嗯 那就最有力了 不是的 但他們反對暴力 好了 這篇文章就是 他再落多一個註腳 這個就是糟糕的地方 假設我良好願望 你當我好人這樣說 我覺得 其實他的意思是 抑止黃毓民 你啊 這樣 是一班人 才算過本蘇筆 怎麼算不算 好了 假設是這樣 現在他再落多一個註腳 為什麼呢 因為發生了這個 旺角蘇聯這個事件 好了 他就有一個解釋 首先他是反對暴力 因為暴力 就不可以持續抗爭 這個剛才湯姆在他 戴耀廷的公開信 已經提了 好了 他接著就是講 其實他這篇文章 在蘋果論壇版 主要就是講 究竟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雷動計劃 還可不可以繼續雷動 他就說一定可以 而且更加要做 整個司徒華這樣 那麼他意思就是說 現在有沒有辦法 拿到一半的議席 那麼他在說 投票呢 就一定是那個 非暴力抗爭 一定是更加好 更加有力的武器 但是這個是廢話來的 如果這個是有力的武器 就不用出去打 那麼 接著他就說 好了 九月是一個 他自己講非一般的選舉 其實每一屆 李柱銘都這麼說 那麼他說 應該大家怎麼投票呢 他就建議 大家都是投給支持 非暴力抗爭的一班 就是我意思就是 我自己覺得 當然是投給泛民 那麼他就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是支持暴力抗爭的人士 或者派系 有什麼理由 都要投給支持非暴力的一班 這樣的犯團呢 他就會告訴你 因為少人去接受暴力抗爭的 在香港裡面 那麼如果你是支持暴力抗爭 而你投票給那些人 你就會浪費了票 因為在現實政治下 那些人是不會當選的 即是叫票的 現在擺明是 擺明就是告訴你 支持暴力那些人 是不會算得上的 所以就算你是支持暴力抗爭也好 你也要投票給非暴力抗爭的人 因為他們才能贏 才能得到過半數的議席 那麼現在就擺明 其實都是割席的 也擺明告訴你 他也不理 假設我原本剛才 王特不贊成那個注腳 就是我覺得 他所說的非建制派 包括我們 這樣說 那麼現在呢 他正式都切割了 他就說如果你支持那些人 不用 你精神支持就可以了 那些票都給我 因為我才是 即是非暴力那些人 才有能力 有進到議會的成數才高 所以你還給我 如果不是 你投票給其他人 就是浪費票了 即是他就解答了我剛才那件事 因為我剛才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是支持抗爭的 我投票給支持抗爭的組織 或者直接投票給抗爭者 如果在新東寶選裡面 你就直接投票給梁天琦 如果我是打擊這個 或者我反對抗爭的 我是討厭抗爭者 我不認同他們的路線 我認為要打壓他們 那我就直接投票給建制派 是不是 好了 我找不到立舉點 要投票給你這些 又吵架抗爭者 然後又沒有建制權力的人 我找不到一個理由 要投票給你的 他現在提供的理由 他提供的理由 就是說 因為雖然在立場上 我們一無是處 但是 但是 我們人多 但是 我們比較有機會贏 就是說 雖然我們毫無見樹 我們的立場一塌糊塗 窮得只吃下有得贏 是啊 我立場模糊 我面目模糊 我立場也是一塌糊塗的 又不肯出來 是啊 我又不肯抗爭 又不是建制 又不談又不濟 是啊 我又不談又不砌 我簡單來說就是九五打八 我三十年內毫無寸進 是啊 為什麼你要投票呢 因為我有機會贏 那你要解答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這麼差勁都可以贏呢 你這麼瘋狂 你都不會有得贏 那來的自信 你這個瘋狂 那來的自信 我照鏡啊 愛又頭髮 這是不是之前東方日報的那個報道 之前東方日報就做了一個報道 做Speed Dating 說什麼 對自己的外貌也有些自信 是啊 你這樣瘋狂都還可以贏 你們輸了糟糕 你們是全家產的 你們知不知道 沒有理由的 你想想今年九月立法會 首先 新冬補選 新冬補選 就是我昨晚在翁敏柴場所講過 我現在在自己的節目正式講一次 就是我們要公民全力支持本土民主前線 這個梁天琦的參選 新冬補選 OK 但是 在這個新冬補選上 選情就不容樂觀 選情就不容樂觀 原因就是第一時間太短 第二就是因為中間發生了很多的變動 第三就是你始終在那個市民的消化能力 因為由這樣的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旺角的這個魚蛋革命 轉頭起義 賦予了這個補選 另一個意義 賦予了全新的意義 OK 但是這個全新的意義 能否在短時間內 令到新冬的選民消化 這是一個疑問 對於梁天琦的認知比較低 對 這是一個疑問 OK 但是他變得比較艱難 但是我們都 因為在態度上 在這個立場上 正如我昨晚所說 這是骨氣的問題 這是骨氣的問題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你都流血了 你還要含你的淚 你也滿頭血了 你也打到混身先 這個時候含含淚也不是一個問題 含淚也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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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疑問的理由 但是 是難搞的 到了九月立法會選舉 到了九月立法會選舉 你還有一段時間 去整理論述 以及會有其他行動出現 你還有繼續去整理行動論述 那個建國派或者革命派出來的陣營 是完全不同的 到了九月的時候 對嗎 簡單來說 我出來選你還要贏 你也吃糟糕的 你是不是傻了 你老媽在我們面前 你說你會贏 你現在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立場不正確 我立場是錯的 我做不到 枉職又衰 枉職又衰 面目又模糊 我的人又契弟 但我有機會贏 幾十歲人不要穿吊帶 你沒有什麼東西 你會有機會贏 你還雷動 你雷你老媽 什麼雷動 你哪個雷啊 看過 你哪個動啊 你哪個動啊 你動來看看 幾十歲人 你怎麼瘋了 你真是禮環節曲到一個地步 因為他有機會贏 因為他們 這班人 這班人 這班本土派 這班極盡派 他們是正確的 正確的 正確的 即是他支持 又能做到事 什麼都好 但不要投給他 因為他會輸 那他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他意思是說 因為可以發揮你的票價值比較大 因為實踐的政治理想機會就會高 白痴 這樣就投建制派 白痴 投民建聯 投共 你說你的票 能夠發揮到更大的效力 你全部投給建制派 你全部投給民建聯 你每一次都說 你看看 我又買中了 這樣算嗎 這樣算嗎 独自裁 白痴 你不買外圍 你開了盤 你凡是公開支持 你應該參與大陸的投票 人大的投票 那些實中 那些成功得更高 那些投票不是為了這樣 你現在買馬 你現在看賠率 某個程度上 如果你用一個比喻來說 譬如台灣選舉 未必合理 那些人會覺得 如果你是泛藍這樣說 你當然會覺得 如果你的票被送錯愚 令到朱立倫 然後失了票 這樣戒票 可能他會有這樣不抵的想法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香港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用宋楚瑜這個例子 真的舉得太好 你真的用宋楚瑜這個例子 舉得太好 你看宋楚瑜多少票 是 你現在就是宋楚瑜這些 是 是 根據往績 你基本上就是宋楚瑜之流 這個舞台沒有你的位置 那個舞台沒有你們的事 沒有你們的事 已經不跟你的事了 你 你回家 你回家 你回去教書 你教書也不人子弟 那又不知道 你去玩自己的自首遊戲 你去找陳建文 阿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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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那個教堂 玩那些綁繩 大家互相剪頭髮 他們沒有什麼剪的 不是 他之前也說不排除 第二次佔領 搞他你搞 你搞 你搞 我來扔石 扔你 沒有 沒有 扔瓶扔你 他自己看透世情 誰看透世情 我相信最後一句 其實說什麼都可以 最後一句 配樂什麼都可以 他怎樣說呢 他就說 的而且覺現在是回歸 他們說是回歸 以來是最壞的時刻 但也可以變成最好的時刻 問題是 我們能不能夠 看透世事的真像 把握時機 做應該做的事 一切在我們一念之間 純粹這句 我就很認同 純粹這句 我覺得 旺角的意思 已經做得很正確的事 湯姆也是請教一下你 為何人可以這麼傢伙 為何人 人類 例如黎文樂 學民思潮的黎文樂 大耀廷 人類為何可以這樣 人無恥變無敵 他們相信這句 為何 他在這裏說法 直立志人 如何發展到這個地步 因為直立志人 都會亂腰 都是被公屈失的 他在這篇文章 又說投票策略 不論是新東補選 或者大耀廷 現在在說九月的選舉 他也是在說選舉的策略 其實說來講去 就是我們這班人在戒票 或者誰都好 在這裏令你的票有流失 用不到那票用得不夠聰明 他這篇文章也說 聰明的香港選民 應該懂得如何策略地 運用手上的一票去抗名 一直在說 如果你投票給泛民 即是他的朋友 以外的人 都是浪費票 不論在新東補選 或者在9月的選舉 我想他們今年的策略 都會是這一句 就會覺得 給本島派 激進派 或者建國派 就會是一個浪費票的舉動 但如果我另一個說法 我會覺得 如果你今天已經是 在說爭取民主這麼多年的時候 你還是投票給泛民 這不是一個聰明的投票 我覺得這是一個奴才的投票 是的 而且你都要看 先撇開勝算來講 先撇開勝算的問題 因為其實 說勝算是很荒謬的 你那個是一個表態 你那個是在支持什麼 投票是沒有理由含裂的 沒有理由的 當然有很多策略上的考慮 還有就是 今時今日 去到2016年 這一套是完全不成功的 因為你有幾件事加起來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從2011年開始 追擊民主黨 然後開始 出這個偽民主派賣港實錄 當日我們 到處被人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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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我想說 我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今時今日 我黃楊達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我在維園年宵 沒有吵架民主黨 都有人去問我 為什麼不搞 上年搞得很好 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今年還跟我說 你有勝選 你有個傻子 還有你那班 你那班老死忽不出去選 你要考慮這些 所以某程度上 這個雷動計劃 其實是幫一班 泛民 現在叫做 新進的年輕人 其實是保護他們的 基本上 讓他們不用面對政治歷練 所以 譬如 剛才我們說的 新東補選 梁天琦普遍的知名度 未必足夠 你弄什麼楊岳橋也沒有 楊岳橋也沒有人認識他 哇 D100 楊岳橋也沒有人認識他 今天 楊天琦肯定多於楊岳橋 落地未必是 網絡上也是 落地未必是 因為落地的資源始終多些 以及公民黨的排頭 那些人都是跟排頭 那些人都是投給字頭 公民黨 公民黨選開 這個效應令到他比較有優勢 但是你說 公眾的知名度 楊岳橋夠識你嗎 對吧 就算今次新東補選 今次新東補選 來到港 其實他引起的迴響 也不是很大的 選完這次之後 就算當他選到 他也不會很有公眾的知名度 即是會否夾著星星在九月 再多吃一口 可能比較低的可能性 可能比較低的可能性 你進去也不太認得 以楊岳橋作為一個例子 你接下來這班民主派 這些民主黨 公民黨出來的那班人 他們都是這樣的 他們都是這樣的 你現在是開始反過來 開始反過來 以知名度來計 你怎麼夠我們來 即是算到的 你還跟我說你又勝選? 我覺得如果以政治倫理來說 你今時今日公民黨 還未譴責過湯家驊一句半句 正式出聲明去譴責這個人 我覺得就算你現在去 都是夾著公民黨的名字去選 其實你一定是要承繼湯家驊的罪業 因為你不以一個被騙的受害者身分出來 說湯家驊當初怎麼騙你公民黨 然後在裡面這樣騙政治利益 那你楊岳橋現在走出來 其實你是承繼湯家驊的位 就算以勝算來算 就算我套入你的邏輯 套入戴藥廷你的邏輯 去講勝算的問題 我都看不到你們的勝算高 看不到的 我看不到你們的勝算高 我覺得每次 譬如戴藥廷說 你不肯投給泛民就浪費票 但每次泛民都告急 你明明這個狀況是很奇怪 你說你有勝算 你不肯告急 每次都告急 每次票都浪費了 浪費了 那如果以你的邏輯 0.4年沒有激進派 浪費了那些票都不投給你 糟糕 0.4年沒有激進派 哪個界票 你問李主兵和何秀蘭 是嗎 如果你有勝算 你沒理由告急 每次都告急 之後 眾多的評論入面 我覺得數天下仆街 就是為戴耀廷二 戴耀廷感應第二 大熱當選 戴耀廷感應第二 沒有人感應第一 這個仆街 休息一會 回去繼續